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从哪里看起 当你挤进人群看到清明上河图 却不知它画的是哪里 当你看着韩西仔夜宴图 却不明白 为什么千百年来 它能被人追捧 别担心 今天为您推荐一本 能够解决以上尴尬问题的书 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 了不起的中国画 轻功就藏追踪录 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手把手教您去看古画 咱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研究员 他是谁呢 他就是余辉先生 余辉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建画三十余年 历任书画部主任研究室主任 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在这本书当中 他精挑细选出了十幅画 抽丝剥茧了十个故事 把古画里的秘密告诉您 比如说咱们前面提到的这幅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人们往往会感叹于 哇 这画卷真是不可思议 画中描绘的繁荣景象多么震撼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这幅画不仅描绘了北宋的繁荣 还暗含了很多潜伏的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图 不好 拱桥下的船要出事了 眼看大船的桅杆就要撞上桥帮了 船夫们手忙脚乱地放下桅杆 桥上和岸边的百姓们 振臂高呼指挥营救 一个船夫眼疾手快 用一根长膏死死地抵住了桥帮 试图让船停下来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险情呢 我们来看作者 在书中是怎么说的 按常理 官员应该组织民众实施社会服务 在距离红桥一定距离的时候 安排人员指手 提醒倩夫停止拉倩放下桅杆 以免桅杆撞上桥帮 但这些港池都没有了 所以埋头拉倩的倩夫 一直把船拉到桥跟前还不知道 等船上的人发现 已经是大难临头了 原来繁忙的汴河航运 竟然没有安排人员指手指挥交通 您再看 桥上战道经营造成交通拥堵 坐轿的文官和骑马的武官 那是狭路相逢互不相让 教夫与马夫争吵不休 图中还有不设防的开封门 明目张胆搬运私粮的小贩 看到这儿您也觉得奇怪吧 画家为什么要画这些情景呢 我们来看 作者是怎么说的 拱桥是画中矛盾的高潮 充分表现了画家对事物的 观察力表现力和概括力 画家在这里揭露了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当时的官员 不作为不刻进职守 听完作者的解读 我们有理由相信 张泽端当时画这幅清明上河图 有着更深的用意 他以画剑的形式提醒宋徽宗 眼前的危机 可惜呢 在宋徽宗的眼里 看到的只有开封城的繁荣与喧嚣 没过多久 金兵就大举入侵 金兵杀人焚城 汴京城烧了三天三夜 而北宋的繁华 只留在了这幅清明上河图当中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幅顾红中的韩西仔夜宴图 这韩西仔又是谁呢 原来南唐末代君主李玉登基之后 南唐的这个局势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他想让韩西仔当宰相 不料韩西仔拒绝了 因为深谋远虑的韩西仔 早就已经看出了南唐注定亡国的结局 他既不想接这个烂摊子 又怕得罪李玉 于是乎故意纵情声色 给自己打造了一个不思进取生活荒淫的人设形象 不久之后韩西仔夜夜歌舞声平的消息传到了李玉的耳朵里 于是乎李玉派了三位画师潜入他家里 以坦究竟 这顾红中呢是南唐最著名的人物画家 悉数记录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神态和动作 而且按照时间的顺序 描绘出了听乐 击鼓 歇息 轻吹 送客 五个片段 这在当时就相当于一份政治情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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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收看本期读书 我们下期再见